阿晨鵝肉 做鵝肉店做到得三次米其林 我想這個也是台灣之光啦 喔 超好吃的 其實它就是我們很多上班族 聚餐 聚餐首選 我剛剛差點講成說 要去酒店之前 先尻醉自己的首選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今天我們在吉林路 一條充滿美食的街道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阿晨鵝肉 做鵝肉店做到可以得到三次米其林 我想這個也是台灣之光啦 老台北人都知道 在新北土城 也有一間很有名的阿晨鵝肉 聽說兩者之間有很深的淵源 究竟有什麼差別 我們等一下再來請教 這邊的經營者 老闆娘 告訴我們屬於 阿晨鵝肉的故事 阿晨鵝肉到底厲害在什麼地方 超派 我想如果是老台北人 應該沒有人沒吃過這一家啦 介紹阿晨鵝肉 就不得不介紹他店內的招牌 那我左邊的這一盤是煙燻的鵝肉 然後右邊這一盤是鹹水 個人認為呢 無分宣制一樣好吃 那這個很辣喔 這個很辣 就喜歡辣 辣妹 他們自己看 好好吃喔 它這個應該是新鮮的生辣椒 對 它本來很有 很少遇到吃飯的時候 老闆娘在旁邊聽著看 對 重點是老闆娘還很漂亮 你這個生辣椒這麼圓潤的感覺 原來你是加了鵝油 個人本身啊 非常非常喜歡煙燻的食物 它把煙燻的口感做到了極致 可是卻沒有很多那種雜味 會讓人家一塊接一塊 有辣度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阿陳鵝肉的絕代雙椒啦 我上次來是點乾拌麵 今天我來試試看它的鵝油飯 我想吃鵝肉 再搭配一下這樣子 一定是很棒 鵝油飯就會比較香嗎 對 因為它的滷汁有淋過那個煙燻的肉 真的是人間美味 它們可以成為米其林的推薦 一定有它們獨到跟厲害的地方 它會對這麼簡單的食物 給它這麼高的評價 代表它在這個部分 它已經做到極致了 就跟你一樣 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的 對啊 這一樣的道理 會講話 會熬生 其實它就是我們很多上班族的 聚餐 聚餐首選 我剛剛差點講成說 要去酒店之前 先尻醉自己的首選 你們用很多鵝去熬出來的 然後再配個下水湯啊 蛤蜊湯 這真的好吃 我沒吃過這道菜 乳鵝肝 你要配著那個酸菜吃 不是每個鵝肝都可以用 有些會粉粉的 因為它可能熬夜或什麼之類的 鵝熬夜 跟我一樣熬夜喝酒嗎 它可能長無臉 會做這道菜是因為我娘家就是在種杏鮑菇 你哪裡呢 日月潭 南投 對對對 所以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有感覺到 好像 我是日月潭耶 日月潭 它是日月潭不是阿里山 不然是阿里山 對不起 阿里山是在嘉義啊 對不起 有一年就是杏鮑菇的那個價格有點崩跌 然後我就想說我們怎麼幫助娘家 所以我們就跟食品廠就是研發這個口味 杏鮑菇大家都吃到 個頭不小 但是它的含水量很高 然後要把它跟豬肉香腸 mix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有一定的困難度 我想你們當初也試驗很多次 最好吃的地方 其實是它外表用鵝油煎過的這個部分 你用其他油煎的香腸其實不一樣 不得不說真好吃 阿成鵝肉就是獨有的 水連可能大家都吃過 可是你有吃過跟白鸡鵬菇的嗎 它那個雙色的搭配 看了就讓你食慾大開 這個是 酸菜鵝腸 也是一個很下飯的一道菜這樣子 很下酒 然後它就是很適合鵝飯 需要再給你一碗鵝油飯嗎 我應該再吃一碗會爆炸 我吃到有一點點花椒 花椒油的香味 它基底還是一樣是鵝膏湯 鵝膏湯 就是它有鵝的鮮味 它真的是很香 這次吃真的讓我很驚豔 他們每樣東西其實都有融合著鵝 貫穿所有的菜養 可以出發好便宜嗎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我們好好跟老闆娘再試一下 真的喔 那我先設施一下 那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阿誠鵝肉最漂亮的老闆娘 而且它是重機的那種 重機 那你老公會騎嗎 他會啊 他也騎重機 因為他就是找不到車友 然後就叫我騎啊 為什麼他不騎 然後載著你抱著他就好 因為他就說他車上只現成辣妹啊 所以我不能上他車 老闆你說他不是辣妹還剩三個 你口是心非啊 你們跟土城的阿誠鵝肉有很深的淵源嗎 對 土城的二代老闆是我姐夫 我先生是他當兵的好朋友 這個故事是這樣子 他先跟他先生交往 姐夫的爸爸媽媽在土城 是很有名的鵝肉名店 姐夫就回去接了家業 那你跟你先生在一起以後 因為他們是超級好朋友 就把你姐夫推入火坑 這個還蠻特別的 我以為是說我把我姐姐推入火坑 不是我把我姐夫推入火坑 我姐夫很優秀 其實很多我們店裡面的那個元素 都是他設計的 像這個鵝 對 也是他設計 都是他畫的 他以前讀復興美工 不務正業來接 對 但是他也是把那些東西都 用在鵝肉店的元素上 據說他們初期也是蠻新的 土城 阿誠鵝肉很有名 但是到台北市來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一開始做的時候 就是業績很慘淡 就是都還負債 剛好那一年又遇到那個金融海嘯 上班族都錢都回在股市了 沒有錢吃飯 那時候還流行什麼無薪價 撐撐撐撐 撐到後面 欸有記者來吃我們不知道 他就抱我們之後 我們就開始 忙忙忙就開始忙 就抱紅 我覺得那是食也運也命也 可是食物的本質 還有在抱紅之後 你到現在還可以維持 這麼高的水準 我覺得這才是最厲害的地方 讓你紅了 你的品質會不會下降 嘴巴是騙不了人的 長久維持才是你的真功夫 食物本質很重要 跟用心啦 跟態度 我們自己也會吃啊 你總不能把不好吃 或是不新鮮的給客人 用心的去做每一個食物 就像得米其林一樣 其實你根本就不知道那個秘密客是誰 欸我們是看新聞報導才知道 蛤 對啊 有夠不知 就是那天剛好我先生太勞累 所以他住院 然後我剛好在醫院 我就在照顧他 接到店裡那個電話 說一堆記者來要採訪 我說採訪什麼 他說我們得米其林 說蛤 什麼時候什麼是不是什麼米其林啊 對啊 然後我自己也嚇一跳 我們也希望可以回饋一些在地的 像我們附近的飯店 就是他們有做防禦旅館 然後就來跟我們談說 可不可以幫忙他們一個禮拜只做一次的中餐 讓那個很久沒有回鄉的台灣人 可以吃吃台灣味 所以我們就剛剛禮拜一的時候 有幫我們做那個防疫套餐 就做得蠻精緻的這樣子 然後他又跟我們講說 他們客人吃到流眼淚 吃到阿成鵝肉這樣子的台灣味 他想到他兩三年前在台灣吃過 他就哭了 對 做餐飲業很辛苦 是他都會調漲 然後漲了之後再跟你講 今天也昨天才又收到說 啊鵝肉有漲價 我就回傳說 我不想聽到漲價的消息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吃到美食 所以我們鵝肉沒有漲價 其他的菜其實沒有什麼漲 讓你用最便宜的代價 就可以享受到米其林美食 做好的料理 用他自己的真心去對待客人 他就是把自己假設成客人 我希望怎麼樣 吃到一間餐廳他的用心 經過米其林的認證 你可以用一盤300塊 吃到這樣子水準的鵝肉 我先生他自己也很喜歡吃小吃 所以他都會希望說 如果我是客人的話 我希望可以有什麼樣的待遇 或者我希望有什麼樣的感覺 他就會要求 也希望做到這樣的品質 老闆跟老闆娘很用心的 不管在餐點 或者是在他的裝修 你沒有辦法想像他是一間鵝肉店 阿誠的員工 其實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他們的親切的笑容 或他們的招呼 最寶貴的用餐的體驗 就是一個人情味 他把自己當成客人 去為客人設想 客人也一樣 有的人他會什麼傲客行為 我們的傲客後來都變 賣錢了 慢慢慢慢的他就會變成好客 我覺得是需要互相教育 將心比心的態度 我們去做一個人與人之間的互相 抱持著包容跟體諒 然後我們來理性的溝通 最後再求取出一個圓滿的結果 謝謝老闆娘跟我們分享 你們的餐點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辛苦你的吃這麼多 對 或許你已經吃過了 但是你還是要再來回味一下 連續三年米其林推薦 希望可以用美食 不畏人心 對啊 觀眾朋友要記得來支持 最溫暖的阿誠鵝肉 喜歡我的節目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帶你看見 台灣最好吃的米其林鵝肉 超棒 老闆娘生過三個 還是這麼的 身材很好 身材很好 高挑喔 你幾公分 172 172 好 給我高兩公分 不跟你講話 那我做低一點 沒有沒有沒有 開玩笑 開玩笑 我開玩笑